大家好,我是Travis,欢迎回来 本期视频我们来看上一周有Sashimi参加一场排局 其中有几手牌都非常精彩 包括有一手牌Sashimi直接在翻牌中了四条 还有一手牌Raymond做了一个我认为是最近最为风骚的一个操作 我也做了深入的分析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吧 Raymond Ace Queen Open Pocket 8 And Ace King for Sashimi 25 Sashimi的Ace King再装位三百 人们看了一眼Sashimi的后手一万多 应该已经是做好准备和对方O in了 所以家主主要就是想把他身后的人打掉 这样形成单挑抵持 Sashimi秒O in 双方同意发两次 第一次双方平分了 第二次Ace Queen中了顶对 所以最后Raymond运气非常不错 赢下了四分之三的底池 也相当于赢了Sashimi一半的筹码 下手牌Raymond Durgo 300 装位的Ace Queen 结果Ace Queen四百 结果Ace Queen四百 多高跟了 两个人单挑 翻牌 整体范围的整体范围非常的弱 严重偏向于不带草花的两高张 就像他现在手上的这个Ace Queen不动画 转排从Raymond的角度 我个人会倾向于打一个让对手难受的尺寸 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对手的两高张就轻松弃掉了 不会犯什么错 最后Raymond打了8000到12000底池 出乎意料的是对手George秒推了O-in 正是在演A5的三条 实在是看不太懂这个O-in的意图 Raymond跟住了 George just looking for an ace or a queen that is not a club sawRaymond's huge bet on the turn and just shoved over 和牌虽然发出了Ace 但是也给了Raymond铜花 收持 Raymond's gonna get both 这位牌先是Hijack的人Open Sashimi一个非常松的牌 夹在中间跟住 Marrano Ace Queen装位300 George Big Slick Great Spot for it Raze RazeGeorge He's thinking about just calling Juor之Ace King只是平跟了 Does give L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is though Maybe it's a genius just call 回到一开始掐住的人 来了个400 用K9不同花 Marrano直接推了 要跟对面全部的三万美金跑马 这两个人之间应该是有不少的交战历史了 让Marrano觉得对方这里有非常多的操作 Marrano behind here doesn't thinkGeorge is nearly as strong as he is George is Marrano's three bet 结果George干脆也跟了O in 一开始是自己没有下决心主动要四败 现在别人替自己做的决定 O in了四万美金 又是Ace King对上Ace Queen翻前O in 8万8的底池 发两次 George preemptively walking away from the table But this is a strong move No Queen for Marrano No Queen for Marrano He says she is such a troll 第一次Ace King赢了 George非常激动 手舞足蹈 第二次又发出了Queen For Mariano He gets the Queen So George needs a King to scoop this pot 再次分吃 This is a king to scoop this pot What do you mean chop 1,000 这首牌Sashimi加住 Marrano还是追着他打 用K2黑桃300 身后几个娱乐玩家平跟 Sashimi因为最后价格太好 也跟了 私人抵持 3 calls 翻牌每个人都种了点东西 两个人是顶对 Marrano童话听牌 George的六三童话 还有个卡顺 Marrano c-bet Francisco是 going to raise FranciscoK圈夹住了 Sashimi连圈钩都跑了 起牌 因为他知道Francisco虽然有bluff的时候 但是大部分时候还是很紧的 何况这就是个四人吃 Queen Goal面对Francisco加住价值牌的范围 赢不了什么牌 转牌同花发出来了 And he hits it Mariano还零打出来了 估计是因为他爬自己过牌 对手也拆 back 然后合牌拿不到最大价值 但是其实我很好奇 他这里如果是bluff的话 会用什么牌来打呢 这里其实很难找到一些自然的bluff的 比如单张 A4黑桃 K黑桃的 不动花的牌 理论上在前卫是百分之百的过牌 那么这里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会是 哪张转牌发出来 Mariano可以更多的领打呢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其实是Queen 因为顶对Queen X 站到了Francisco加住范围里 很大一部分的比例 第二张Queen发出来之后 这一大部分的价值牌 一下就少了很多 间接意味着 他范围里的其他牌 比如两张黑桃的童花钉牌 比例增大了 而Mariano还是有所有的Queen X不变 整体范围的相对equity也就增高了 也就支持有时候主动领打了 回到这个牌 Francisco推了All-in 也是因为后手不多了 他说只发一次 但是其实自己应该带了 下一手牌 Raymond现在加一位置open 亨利在他紧身后三败 三败底持两人单挑 翻牌亨利就中了两对C败 Raymond顶对跟主 转牌亨利第二枪 打了满持 排面出现两个花色童花钉牌 Raymond继续跟主 底持到了一万三 和牌前门花进来了 亨利第三枪继续满持 有意思是理论上90两对 甚至A10 A9两对 都是checkback 并不想去拿波价值了 原因是什么 我们马上就能看到 理论上这里第三枪的 价值下注主要只有 铜花和暗三条 注意到排面 因为Ace不是草花 所以亨利范围内 是可以有大量的Ace S草花 最后成了铜花的 到了Raymond 准确地判断出了自己A钩 可能不够大了 把自己这个带Ace S草花的 A钩不同花 转成了Bluff 过牌加注了4万5 不得不说这个牌 打得太风骚了 GTO的理论是完全认可 这么打的 这里的过牌加注 Bluff主要就是希望 阻挡对方手里的铜花 因为不想撞到 对方的钢板上 所以希望自己手上 有一张A草花或者K草花 但是KX不同花的牌 比如King Queen不同花 基本上都在转牌 面对满持的时候 气掉了 所以这里Bluff的全部任务 就落在了单张A草花上 这里如果我们只看前卫的人 Equity低于50%的范围 我们看他会把什么Equity 比较弱的牌 转成Bluff呢 就是红色部分 过牌加注的牌 主要包括 Ace King Ace Queen和Ace Jack 不同花带A草花的牌 有些朋友可能会疑问 这里Ace King的Check Race 是作为价值加注的吗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 这里的EV显示 Ace King这个牌的EV 只有底持的15% 所以可以验证 这里Ace King是妥妥的Bluff 回过头来说 为什么亨利那个位置上 理论上两对都没法 再打拨价值呢 就是因为对手 有这种Ace X的Bluff Race 两对面对对手 过牌加注 是没法跟住的 只会被打掉 但如果你觉得对手 完全没有能力 在这里Bluff 你可以做的剥削调整 就是可以用两对 下注拿拨价值 如果被加注 就干脆利落了棋牌 对于娱乐玩家 你完全可以这么打 但是在高手很多的牌局中 对手的一些倾向 是会让你抓不准的 你是没法靠主观经验 读牌 读出对手牌力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并不想偏离理论太多 最后一手牌 来看Sashimi的表演 拿到队圈 枪口夹住 身后马尔亚诺 面对Sashimi 真的是随意三败 其实Sashimi枪口的Open 还是应该小心一点 而且马尔亚诺 同牌连接的牌 其实更适合于多人吃 Sashimi四败 两个人单挑 底时八千 翻牌Sashimi中了Quads 四条圈 他过牌 马尔亚诺打了两千 目标就是对方的A赛的牌 对手是可能有对十多钩这样的牌 所以马尔亚诺这里并不希望打得太大 为了去把Ace King打掉 而撞上对面的对十多钩 送前过去 Sashimi跟住 转牌双方都过牌 因为马尔亚诺觉得自己很多时候是不顾的了 也没法打掉一些比自己更好的牌 如果对面是Ace King 也就只有很少的Equity 大概百分之十几的样子 所以也就没有太大动机去抵耐 合牌无关的牌 Sashimi要打了 满池下注 马尔亚诺嘴上说是Easy Call 秒跟的牌 但是他心里真的这么想的吗 有多少人这里会把Ace King变成Bluff 去主动满持这么打呢 其实普通玩家持的玩家 还是更倾向于用Ace High 走Passive被动的类 选择过牌去摊牌 至于这里 童话听牌的两张黑套的Bluff 是可以有的 但是大部分人会选择用童话听牌去C-Bat 不太会选择过牌跟住 或者说一旦选择了过牌跟住 这个比较被动的Line之后 通常到了合牌也不会主动去改变 变被动为主动Bluff 而这里除了Ace King黑套 A4 A5黑套 也就没有什么别的牌会去翻前400了 最后马上弄弄弃牌了 非常好的弃牌 Sashimi没有被支付 表情有些严肃 本期视频先到这里了 从本周开始 为了更及时的播出百万美金的牌局 我的频道会开始进行一周两次 甚至三次的更新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来给我最大的支持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了